大家好 有评论区网友让我说一说 吉林农业科学院的一个疫情 最近爆发导致他们的校领导被免职这个事情 还是来看看这新闻原文 就是说呢 吉林的省委决定说 吉林农业科学院的当委书记被免职 说这是 这锅吧 都给他一人了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普通本科高校 大概占地是30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占地30万平方米 占地面积160多万平方米 然后他这儿产生了新冠的集中性爆发 说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阻止 要严肃问责 坚决查处 基本上就没有说什么太有实质的东西 还是就是说一些太常话 就严肃问责 这个责任归谁呢 他也没说归谁 他要直接告诉你 我们要追责 然后把一个人开掉了 他没有说这个人他如何如何 他干了什么事 他没说 反正就说我们有很多应对方案 建了三个方舱医院 提供几百张的床位 这个其实还是蛮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通告方式 你看过去 咱们现在做这个警情通告 比如说之前吴亦凡 说涉嫌约炮 什么未成年 咱会说这个事来龙去脉 谁怎么着 谁先怎么着 后怎么着 说的比较清楚 但是这个事你就看不懂 他只是告诉你说 一个当委书记 被通报给免职了 并且说当地有很多这种群聚性的新冠爆发 但是这事你要乍看的话 你有可能啊 你要不关注这个事 你都不了解说这俩事怎么联系到一起去的 来龙去脉啊 其实是 这哥们啊 他自己呢 至少把明白上说 说的是这哥们主导的 他是主谋啊 他呢 把事给盖住了 他为了应对这个省力审查 对不对 他不敢说呢 我们这有人可能 得了新冠了 然后他把这些学生呢 安在自己楼里面 但是通风呢 用水啊什么的 没有隔离 导致这楼里啊 好多人都得了新冠啊 对吧 你说这块你从哪看到呢 两个通报里哪都没有对不对 只能靠老百姓啊 自己联想 但是这个通报呢 他某种程度来说吧 他确实也有个交代啊 就是确实有个人被惩罚了 但是他没有说这个人因为什么被惩罚的 那为什么他不说因为什么被惩罚的呢 就是因为他一旦说了因为什么被惩罚的 就会牵扯出一堆人啊 就是我告诉你有结果 对吧 有问题是什么 我说了啊 不对不对 是问题是什么 他没说 他只告诉你了 有一个人啊 就是现在被免职这个人 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他做了一些事情啊 但什么事呢 他没说啊 他最后只告诉你说 这个是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就是一堆人到了新冠 对吧 所以还是说 为什么他不说 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啊 就是一旦他把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 给说清楚了 另外就会牵扯出更多的人啊 比如说啊 这么多学生被关在消耗里头 出不来 对不对 什么用水没隔离啊 是不是 到底谁在瞒报 是不是 这个事情就就就就牵扯人啊 就更多了啊 就更多了啊 所以他这个通报要整个怎么来读啊 好吧 看看评论区1.7万赞啊 说郑州暴雨满报啊 让人记忆犹新 对吧啊 下午这边就说 对哥们啊进行免职了啊 说你这这不是搞笑吗 这不是搞笑吗 对吧 首先一般正常免职啊 是有工资的啊 因此很多时候所谓免职啊 说白了呢 就是带薪休假啊 然而这假休得合适吗 然后当地学当地啊 出现疫情 对不对 学校居然采取了压舆论的方式 生生把这个事啊 给摁下去了啊 说郑州洪水遇难人数 对吧 门报呢 只是满报本身 但是这个 他这个学校啊 满报同时呢 被干的学生怎么处理了 对吧 就就就就 不许说 不许说 对吧 谁说呢 反正就威胁你嘛 说你那边呢 郑州啊 还好 对吧 你满报满报了 反正人已经死了嘛 你这会儿 你满报的话 可能会让这个感染扩大啊 嗨 这根本 写着评评着人的角度啊 还是把和郑州水灾那个事儿啊 和这事儿给联系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两个事儿啊 关系不大吧 郑州那个蛮报啊 你说有没有 也有啊 但是程度并不是很重 这两个事儿啊 我觉得这个性质差别还是挺大的 毕竟一个是突发事件 一个是呢 慢慢慢慢的 领导层采取了一个 他们认为合适的处理方式 把这个事儿呢 通过他们长期用的各种手段呀 什么打压呀 封锁舆论呢 什么反正是反正塞口球吧 反正就给你给你噎回去了 就给你 哎 来一波大的 你看这学校的这个 什么 放仓医院吗 算是 说啊 学校就想一个事儿 就是怎么给把这事儿啊 给瞒住 所以呢 最后出现了啊 他们学校用什么图书馆 隔离学生啊 什么宿舍 隔离学生 这种操作啊 说到底啊 说这种隔离啊 就是纯粹给学生一个 类似于安慰的交代 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对吧 因为厕所 对吧 那么多人都去厕所啊 那不是交叉感染吗 那水啊 什么的 马桶啊 通风啊 对吧 还是会交叉感染 并不是一个 完全科学的隔离方法 他只是说呢 他不想惊动上面 也不会说建方舱医院啊 或者什么 专门的隔离中心啊 保持一个合理的 这种隔离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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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距离啊 空间啊 他不考虑 他说 反正你们自己 回宿楼带去吧 对吧 别胡言见面啊 见了面就万一出问题了 怎么办 对不对啊 你看我也让你们隔离了 我能做的事呢 差不多了 就这么着吧 这么着吧 别折腾了 你折腾大了 到时候 对不对 上面知道了 多难看呀 我们校长 还要不要升职了 还要不要平直升了 还要不要高升了 他说嘛 学生啊 健不健康啊 到底是 他所谓健不健康啊 就是指到底有没有被感染 并不是主要问题 而是说呢 先如何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啊 然后方向呢 就统一了 他指这学校啊 只要学生说不出话 那谁又知道 学校里面 到底发生了啥呢 你要说 校方施压 在校学生啊 发誓评和文章 删除 不删除者啊 拿不到毕业证 太有中国特色了啊 他们之前啊 把这帮学生啊 赶到一起 要么图书馆 要么教学楼 让他们交叉感染 我靠 这看哥们儿斗骨呢 太牛逼了啊 没有病的 也变成了密接了啊 整个学校的学生啊 都在崩溃啊 在大哭啊 九号公寓呢 被隔离了好几一百个学生啊 然后把阴性的转走 阳性的 要么等死 要么自愈啊 学生啊 已经没有意识了 躺在寝室里呢 等待处置 你可以想象呢 说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啊 自己平日里活生的同学 躺在身边啊 恐惧的同时呢 也免不了一阵阵的 这个悲哀啊 与寒心啊 那他说 只是说 那个 大家好 我是这个学生啊 然后在这暴风眼的中心啊 学校一直打压我们的微博热搜 给发微博的同学打电话 压热搜 是吧 被隔离的同学啊 刚刚被转走 但是在这之前呢 全部大通促啊 所有的需要隔离的同学啊 放在图书馆和教学楼 交叉感染啊 没有病的同学啊 也变成了这个密集接触 对吧 学生哭着给老师打电话啊 老师也不知道咋办啊 全都在学校堆着 学生们啊 崩溃大哭啊 吉林啊 马上要变成下一个武汉了啊 哈哈 而且学生们啊 孤立无援 正常的同学们啊 在寝室里啊 没有水喝 消毒措施啊 严重不足 学校学校 学校说没了 就是没了啊 补补补补啊 就是水啊 还有这个消毒什么之类的 补补啊 再说 反正态度呢 很强硬 志愿者啊 大多是学生啊 穿着防护服啊 为我们风里雨里的冒险 很多啊 也被感染 就隔离一下了啊 一个公寓啊 有几十个志愿者 变成了几个志愿者啊 根本就没有人啊 敢再去当了啊 学生们心寒了 每个人都在崩溃大哭 说9号公寓的人呢 被隔离了好几百 密接啊 和次密接 后来呢 直接把阴性转走 阳性等死啊 说公寓很多人就发烧了 老师呢 一直给退烧药 说我们吃啊 捂着被子睡一觉啊 就好了 但还是没退烧 老师说给你换种药啊 那基本就是宿舍里停死啊 等死 有个同学呢 就没意识了啊 躺在寝室里啊 等待处置一波又一波 生活必需品 严重不足 女生的卫生巾都没了啊 学生边流血 边喊疼 哭着给家里打电话 学校啊 严重不作为 被隔离的学生呢 这个寝室啊 被胶部封着 不让上厕所 宿舍里呢 也没厕所啊 同学们都急哭了啊 反正能压就压 对吧 然后后来就反正就报了啊 报了 后来这是近 据新华社报道 接近这个学院啊 报到热搜第一后啊 然后就派了这个 载了三十辆啊 合一载55人的大巴 在学院门口呢 排起了队啊 一排排在学生 穿着防护服 被送出学校 转移隔离 对吧 太惨了 太惨了啊 再说来说这个 学院里啊 官流主义太严重了 恶劣到令人发指啊 尽仅是为了省事 为了不丢份啊 为了生殖空间和乌纱帽 自私道啊 根本不管后果是什么 不管会不会啊 出现死亡 这可是 这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 对吧 那他说这可是人间啊 这哥们哥们很气愤啊 都说日语了 人间就是说这个人嘛 他说啊 这个官僚主义啊 很严重啊 说有些领导呢 无财无德啊 说不定啊 还是多年前啊 通过关系上位的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啊 所以这导致呢 他们做出了一些 匪夷所思啊 正常人呢 拍屁股啊 都不会做出来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人呢 他说我觉得仅仅是免去公职啊 就是当委书记免职了嘛 说根本不够啊 免去公职又怎么了 这样的大人物啊 钱也早已捞够了啊 免去公职啊 不过是让他们不要再掺和 安心心的去过些消快活日子啊 这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仅仅是一个说 大学当委书记啊 蓝正啊 就能够说通的事啊 说这个需要给社会一个交代啊 有人就举例子嘛 说行 2020年 对吧 两年前 五月份呢 书蓝市发生聚集性疫情 当时啊 全国唯一的高风险地区 乃至外溢到吉林省啊 其他等地啊 说同年5月15日 吉林省委决定 免去李鹏飞啊 书蓝市委书记职务 紧接着呢 书蓝市卫健局的局长啊 这个岳小燕啊 市公安局政委耿建军 市疾控中心啊 主任刘寒印 等五名干部呢 也被免之啊 反正免了一说 卫生啊 这么公安呢 嗨 然后呢 被免去的 书蓝市委书记啊 职务一年多后啊 这个就是市委书记吧 李鹏飞嘛 说2021年7月付出 修了一年假啊 任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啊 回来了啊 对吧 就是修了一年假嘛 这就是体制的好啊 体制内呢 你出现这么大事啊 哎 顶个锅去吧 对吧 修你给你一年假 你好好玩也玩是吧 都知道不是你人问题 对吧 那只能拿来顶差了啊 你要不顶差呢 是不是那我们领导班的 不全没了吗 对不对 牺牲一下吧 你也不如坐监狱 对不对 不就免职吗 不就免职吗 对吧 休一年假 好好玩对吧 一年后 给你安排个其他职呗 反正 对吧 替弟兄们背锅了啊 不会亏待你的 不会亏待你的 对吧 反正 这个 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吧 对吧 有人说这肯定啊 这哥们啊 就是个替罪羊 说 现在别看他牺牲的多 之后得到的可能会更多啊 因为你有吸个钱 也知道 这么大一个事 不可能是一个人 拍脑门决定的 他一定是一堆人 聚在一起 然后分贪的责任啊 这是咱们办吧 对吧 其实一定有一个 更高层的领导 更高层领导 他可能就是算是主责 但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人 好吧 反正就是有评论权 让我说一下嘛 我就说一说啊 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中国只会 不断出现 对不对 可能大城市啊 好一些 但是有些地方 他这个怎么说呢 领导班子吧 他就这样 就这样 对吧 这也没办法 行 这个新闻说了也吧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